花莲在地青年胡冠群创立的农产品牌 胡氏金刚米捐赠1000公斤的白米 透过花莲市公所社福公益整合平台 捐赠给社福机构 市长魏佳燕感谢青年的热心公益 也感谢魏佳贤议员的转介 他说这些白米已经在当天转由社福机构带回 以保持白米的新鲜度 也让社会弱势感受到花莲人的温暖 花莲在地青年胡冠群透过县员魏佳贤 还有市民代表魏余盛转介 把1000公斤的白米捐给花莲的社福机构 捐赠仪式上议员和代表都到场见证 今天非常谢谢高小姐 特别想要发信来捐一些物资 给需要帮助的一个机关跟团体 我们今天也是透过花莲市公所的平台 来做这样转介 其中也要谢谢余生代表 还有我们家院市长 一起来把这样的事情媒合起来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的 也会找一些民间的资源 一起来让各界需要帮助的机关团体 或个人都能够得到相关的援助 那不只是民间的部分 我们爱花莲基金会也会持续的 也针对花莲市公所的需求 还有一些无法来做公部门预算 来支持的地方 那我们用这样民间的力量来把它补齐 胡冠群创立的农产品牌 胡氏金刚米品质优良 在市场上颇受欢迎 这一次参加公益活动 他表示很开心 其实我们每半年收割一次的时候 就会其实是从客人开始 他们会想要给我们买米 然后去捐赠给有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受客人的启发 然后我们想说既然有余力 然后就一起帮忙 市长渭佳燕特别搬谢感谢壮 感谢胡冠群把优质的农产品 和社福机构分享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胡氏金刚米 捐赠了一千公斤的米 给我们仁安 然后还有我们郑德 那施工所这个部分 就是转介给我们的仁安跟郑德 他们也有一些我们的爱心厨房 来煮给我们需要的人 那我们也知道仁安跟郑德 长期以来就是帮助很多 我们工部门比较少帮助到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就是借由转介这部分 然后我们进行合作 那让更多有需要捐赠物资的好朋友们 都可以了解到我们的爱心米的 发放的一些部分 那也希望说未来有更多的 不管是工不管是师的一些企业 都可以透过我们 然后我们来转介或是想要 他们转介需要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来合作 来可以做协助的部分 这一批米转正给郑德慈善基金会 花联分会还有仁安基金会 各单位也派人及时把米载回 要掌握白米的新鲜度 让热腾腾的米饭可以温暖人心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